还是那个关于耽搁的问题 再回答一遍就行了 就是能像耽搁一样 获得学习冠军 对你意味着什么 首先耽搁是我从小 学习的偶像 学习的目标 我从小就说过耽搁就是 可能不光是我 可能是非常多的运动员的 学习的榜样 所以说我 也不是说像单哥 拿到跟单哥一样的成绩 就是说对于我自己而言 我能拿到这个冠军 可能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 肯定吧 就是对我之前训练 包括以前的付出 能得到这种 就是能拿到这个冠军 是给我之前训练的一种 回报吧 感谢您的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